末日過前 國安會秘書長 總委 國秘書的小小的這個男主 何志孔 到小孫子 到小老的這個 體協冠冠冠 六年來 應該很多 體協冠冠冠 去中國接受交代 選團通前的訴訟 檢標第一次 他活動搜索 進行後 用違反國安法 向歡迎申請期了 檢標法官官可以用五十萬到六十萬來告報 可檢方佈 補合準備要拿去控告 中國對台灣的信討一直有動作 在台灣人民共產黨選委林鄭翁 去向志控接受中國的支持 涉嫌影響台灣的選舉 選用共產理念 向他翻信討法起訴 那六軍體協相後 向著運 去向中國協習 遷書中間到航行路書 向破黨行 又去向檢察院責協 現在又團出發作前國安會秘書 長 總委國秘書生長的男人 跟兩個體協的軍官 違反國安法頂頂的罪嫌 去給檢料猶丹 經法院裁定住姓及流姓被告 均以新臺幣五十萬元交保 並限制出境出海 孫姓被告則以六十萬元交保 並限制出境出海 承辦檢察官不符裁定 將向台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提出抗道 檢方正早 從兩年前開始 選舉的男人把體驗的重量砍 去中國頂頂的所在接受交代 還有接受通正的訴訟 世老和世孫替予的軍官 透過替予軍人協會運作 如今幫助社區形臺選舉活動 支持特定的總統參選人和立委參選人 檢方向歡迎成了三人 法官統帝交部協助團 檢方會提供給 那些人整天都在討厭 但這人協會的行政 將來後沒有在做比革 中華民國是一個民主 這個法制的社會 假設情況趕快依法偵辦 也希望依法行政 但也不要故意去裸止他人的罪診 台灣有反滲透法 我們一定要能夠及早破壞 這種中國利用滲透的力量 來滲透台灣的各行各業 甚至影響總統大選 調查立委認為中國對台灣 滲透的工作不停效 尤其是總統大選就要到了 想要投過滲透來影響大選 希望國安和檢調單位 可以依國安誤法和反滲透法 和方滲透法和方滲透 改辦就辦 記者綜合報道